眼睛的功能和构造介绍完之后 我现在拿一些生活中常听到的眼睛疾病 它是成因跟一些性质 做一下补充说明 做一下卫生教育 老花眼它是因为年纪大了 或是因为你接受过太多的紫外线 使得你水晶体变性了 它变得很硬 没有什么弹性 这个叫老花眼 那如果你晶体持续弹性 就会出现以下的现象 我要看静悟的时候 我的水晶体要变胖 我看远悟的时候 我的水晶体要变细薄 也就是变扁平 而今天水晶体持续弹性 要变胖也难变 要变成细薄变成扁平也很难变 那结果就是看远的不清楚 看近的不清楚 你没有办法调节水晶体 这是老花眼 好 可是你们大家想一想 你们可以猜一猜或推一推 推一段看看 今天如果你的晶体有变硬了 他是比较难变胖 还是比较难变扁 变扁平 这两个谁比较难 大家要怎么想呢 你们想想 我们的水晶体外面呢 有一圈结状鸡 然后有悬刃带 大家我跟你们讲 这个难 为什么 解释一下 因为你今天假如急动机输张了 悬袋拉紧了 你就算再没有弹性 也会被拉往外拉 你居然没有弹性 也有人拉着你往外拉 但今天你急动机收缩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悬灯弹是输张的 也就是说你是自然的 弹回胖胖的样子 没有人拉你 也没有人推你 所以一个是你自己做 一个是有人拉你 当你没有弹性的时候 有人拉你 你自然还会被动拉长一点点 但如果今天是我把你放开来 你自己变胖吧 你已经没有弹性了 你就很难变胖 所以其实老花眼 常常是要变突很难做到 所以你会发现 它常常会变成 远的还看得到 近的看不到 所以有人说老花眼的症状 有点类似远式 就老年的 远远的看得到 一近就看不到了 因为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你会看到老花眼 因为它看远看近 其实都有缺陷 它的镜片 就会是两片 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上面的通常是凸头镜 下面是凹头镜 上面是为了让你看远方 下面是让你看近的 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它是两个镜片 因为它难改变 你的嘴晶体的曲度 曲度 好 今天下来的两个 常见的剪辑 近视眼远视眼 还有接下来补充一个散光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用这个图来做说明好了 这个图可以解释这三个眼疾 首先我们看一个正常人 正常人 你在看物体的时候 这个光合入境进来之后 会经过角膜 经过你的那个晶体 聚焦到四摩膜上面 会刚刚好聚焦到四摩膜上 很好 没问题 但如果今天你是个近视的人 你会发现出现什么症状 你的聚焦会提早聚焦 你会聚焦在四摩膜的前面 在这里 所以在近视眼的定义就这样 你的聚焦的点在四摩膜前方 这叫做近视 同理你聚焦的位置 是在四摩膜的后方 就叫远视 是这样定义的 那为什么会有人聚焦 会在四摩膜前面 形成近视眼呢 有两种可能 一 你的那个晶体 太胖了 就是趋度太大了 造成你及早聚焦了 这个可能性 第二个 你眼睛的长度拉长了 这个一般就叫做眼轴过长 眼轴过长 所以你看 以上面正常的人来讲 你的聚焦点在这里 在这个 这条白色的线 聚焦在这里 结果近视人的人 因为你的眼睛变长了 你的四摩膜是不是向后退了 所以当我聚焦在这的时候 不好意思 他在四摩膜前面 还没到四摩膜 因为四摩膜往后退了 眼睛变长了 那相反的 远视的人可能就是 晶体变太细了 所以聚焦会往后延 或者是眼轴变短 所以你的四摩膜向前移动 而你的聚焦都会在四摩膜后面 好 那这是现象 你近视远视是因为这样的现象 那我怎么治疗你呢 请看旁边的治疗图 你既然是那个所谓的 那个 太早聚焦 近视的人是太早聚焦 聚焦在四摩膜前面 我就用凹透镜 让你的那个视线进来的时候 先往外散 再由你的晶体往内距 先散再距 是不是让你的聚焦的距离往后延了 就让你聚焦点从前往后延 所以近视的人是带凹透镜 还让聚焦点向后延 那远视的人呢 因为你的聚焦点太后面了 我要让你及早聚焦 除了靠晶体这个透镜之外 我多一个凸透镜 让你的聚焦更容易 及早聚焦在你的视线膜上面 以上这是我们对于凸透镜凹透镜 在治疗近视远视的一个差别 下面是闪光 闪光是因为你的角膜 它的曲度变成不光 不规则 有些地方比较凸 有些地方比较凹 会影响你光的路径 怎么办 你就要用透镜来校正 像这边凸的地方 你这边的透镜就要凹一点 你这边正常的地方 透镜就比较平一点 来校正光路径的变化 因为它是个表面的角膜 不光滑造成的 以上这是近视远视跟闪光的介绍 那我先把青光炎白天上讲完 跟其他演讲完 我再回来解释 为什么近视的人 眼肘会变长 眼睛会变长 还有为什么有些近视的人 会滴散酮剂 我一定要在一起补充 那是后面的卫生教育 我先把青光炎跟白天上说完 好 青光炎 我们之前其实有略提过 它其实就是因为眼泪压过高 压迫到你的视线膜 可能会造成四神经 或是四细胞坏掉 那你就会可能会看不见 会失明 就青光炎 当它压迫四细胞膜的时候 你会产生一些散光 清澈的散光 所以叫青光炎 那白天上通常是你的 晶体蛋白质变性 它可能就会变性 变得混浊 或者是负甲状腺抗劲 使得它分泌过多的负甲状腺素 也就是生钙素 此时你的血钙会偏高 就容易在全身引起 碳酸钙 草酸钙的结晶 那如果结晶在晶体 那就是白内障 就是白白雾蒙蒙的 那接下来呢 还有几个病 像色膜玻璃 就是色膜掉下来了 那色膜玻璃也跟近视有关 等一下我再补充近视的时候 一起讲 色盲常常是讲 追撞细胞发育不全 常常是红绿色麻 它是信念遗传的 你对红跟绿分不出来 是跟颜色有关的 追撞细胞坏坏掉了 有问题 另外呢 如果是追撞细胞 正常都是灵敏度下降 你看得到颜色 只是对比 没有这么的鲜艳 这么的明显 这个症状叫色弱 你没有到色盲这么严重 但是你是正常能跟色盲之间 叫色弱 那如果你见识 感状细胞坏了 你在黑暗之下 对光比较敏感的感状细胞 反而没办法感应到光 你就黑暗之间就看不见 叫夜盲症 通常是因为维生素A不足 因为维生素A会转变成 感状上面的视觉的色素 那视觉色素不够 就会没办法感光 那飞维症通常是指 你眼睛玻璃状液中 有一些不明物体在那边悬浮 它就会在色盲中形成阴影 它阴影就会飘来飘去 你就会看起来 好像是飞的蚊子在飞 叫飞蚊症 弱势 弱势可能就是这个 感状细胞也变弱了 就是光要够强 你才办法感应光 所以弱势有点像是 夜盲症的轻微版 色弱势色盲的轻微版 不一定 但是弱势会不会伴随近视 有可能 你也许是因为 严重近视造成弱势 好 大家我现在要补充一点就是 为什么近视人的眼球会 眼镜会变长 但为什么要使用散瞳剂呢 好 各位就以这个图来讲 这个区域叫做结状肌 我们就当作它是个环肌吧 它会围着你的水晶体 今天这个人呢 为了这个近视眼的人 一定是常常看近物 在窗上看书 在车上看书 常常看近物 你为了看近物 是不是要结状肌收缩 玄认带书章 使得筋体变胖 你才可以看近物 好 各位 这是你眼睛肌肉运动的状态 好 你为了常常看近物 你的那个结状肌收缩 这个结状肌一收缩 是不是这个圆圈圈就变短 变小了 内镜变短 你的眼睛 不就被压长了吗 有个环状肌肉一收缩 眼睛就被压扁 眼睛不就拉长了吗 所以常常在看近物的人 你的眼睛本来就比较长 又被这个结状肌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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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的 在失望我的前方 好 那怎么办 各位 结状肌是动眼神经控制的 它是不随意的 而动眼神经是腹交感神经 腹交感 而腹交感神经 它 我写一下 这是结状肌 而腹交感神经呢 它的结后神经 结后神经 分泌的是 乙烯胆碱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用个药物 把乙烯胆碱的作用 取消掉 是不是结状肌就不收缩 你的眼睛就可以慢慢恢复成 圆滚滚的状态 而不要被压长 各位 这就是散酮剂 散酮剂就是乙烯胆碱结抗剂 它会让乙烯胆碱不能作用 你的结状肌就会放松 让眼睛不要一直被压迫 而变扁 而变长 来治疗你的经营实验 所以圣头剂是要一直滴的 你不能今天滴完 一个礼拜后再滴 就没有效果了 它一直放松你的结状肌 可是 你的眼睛里面的肌肉 除了结状肌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肌肉 在鸿膜上面 写在这里 鸿膜上面有个肌肉 叫做环状肌 为什么特别讲环状肌呢 因为鸿膜的环状肌 也恰好是动眼神经 附加感神经支配来的 它的截后神经 也是以吸胆解 它控制环状肌 所以附加感神经作用 环状肌收缩 瞳孔变小 是附加感神经的作用 相反的 如果今天是交感神经作用呢 就又不是这样的景象了 交感神经 交感 它的截后神经 支配的是另外一个肌肉 叫做辐射撞击 就是鸿膜中的辐射撞击 辐射撞击收缩 是让瞳孔变大的 而这边的这个神经传绿物质呢 就不是以吸胆解 而是正肾上腺素 好 而现在我第一的这个扇头剂 是要针对结状肌 既然是针对结状肌 我就要针对以吸胆解 所以这会关掉了 而不小心 也把鸿膜的环状肌的以吸胆解 也一起关掉 而鸿膜的环状肌被关掉 不收缩 环肌不收缩 瞳孔不就放大了吗 你就散瞳了 所以散瞳其实是 为了治疗近似的副作用 所以散瞳肌其实正式名字叫 以吸胆解结抗剂 或者叫结状肌抑制剂 而那个瞳孔 而鸿膜上的环状肌 是不小心的 不是故意的副作用 所以散瞳肌不是为了散瞳 是为了让结状肌疏张 让你眼睛不要一直被压过变长 来整治你的眼肘的长度 不要一直过度拉长 好 这第一个我要补充说明的 环状肌怎样 应该说你的环状肌不收缩了 只剩下辐射撞击 而辐射的收缩会让孔孔放大 那放大之后呢 光就进来就觉得好亮 不然正常的你光一抢 你就要把瞳孔缩小 但你现在失去了 缩小瞳孔的机制 因为缩小瞳孔的 那个神经传统 我只被你抑制掉了 鸿膜的环状肌不会收缩了 你就会一直散通 是这样 好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近视的人 尤其是严重近视者 可能会伴随 视我们剥离 所以如果近视很严重 医生就警告你 你再这样下去 可能会视我们剥离 可能会有失明的危险 为什么呢 请看我这个视意图 正常人的眼睛后方 是这个形状 今天你眼球变长 这个叫什么 四轴变长 你是不是你的眼睛 就被拉长了 好 我现在画的比较夸张一点 好 我现在画一下视网膜 你原来视网膜就连在 你的这个眼球后方 连在 恰恰好 今天的眼睛变长了 你的角度是不是变弯了 我的那个视网膜 连不住了 这边就掉下来 因为眼睛开始变扁了 后面的曲度变大了 视网膜本来是 拼拼的贴上去 像你不平了 变凹了 视网膜黏不住 就剥落了 所以当你的眼球 过度变形成 眼轴很长 后面的形状 就变得不这么平 视网膜就常常会 黏不住掉下来 严重近视 可能会造成视网膜剥离 以上 这就是眼睛的 补充说明介绍 卫生教育 好 请问有没有问题 严重者就是失明 因为就没办法感光了 因为他多一下 就没有学医功 他就死掉 那你要怎么救呢 手术上 把视网膜推到后面 用镭射 把它烧上去 黏上去 但是烧的地方 就没用了 所以你那视网膜烧回去 你不能烧太多次 因为你每烧一次 就一部分的细胞 被你烧死 那如果你还是 不好好爱眼睛 又剥落再烧 再剥落再烧 可以用眼睛的区域 越越小了 再最后一次 他就一声跟你讲 你不用烧了 只剩一点一烧 你也瞎了 所以他不如 赶快练习点字 因为你都不爱洗眼睛 不爱洗眼睛 就这个下场 所以眼睛要好好爱护 另外一个问题 眼睛的近视 也有人用雷射治疗 跟视网膜烧回去 又是不一样的东西 虽然既然有人 为了补充 大家而 就以这个近视的人来讲 这个近视 你是不是聚焦 在视网膜的前面 我今天想要 让它聚焦在后面 我当然可以戴眼镜 但有人不喜欢戴眼镜 怎么办呢 你要请注意 你的眼睛 有聚焦功能的 除了晶体之外 还有角膜 所以医生把那个 弯脑筋 弄在角膜上 怎么动 我把角膜削平 他把这么凸嘛 我把它削得比较平一点 削得比较平什么好处 凸透镜变成平了 你的聚焦变差了 就往后延伸了 所以雷射治疗近视 是把你的角膜削平 让这个角膜 这个凸透镜变没那么凸 聚焦往后延 这样子还是都能做 如果你角膜削完之后 看到了 但你还是常常在用 近距离看物 你的集中心还是强烈收缩 你眼睛依然继续拉长 瘦瘦膜削里的病因还会在 可是 你把角膜弄平了之后 不是眼球还是这么长吗 所以它反正还是跟视网膜有点凸凸 你再说一次 你说把角膜弄平了之后 它只是让你的聚焦在脚后面 对 这样子一次网膜还是跟眼球形状不是一样的 对 可是问题就在这 你在眼睛看近物的时候 反射性的会让结状器收缩 为了让晶体变胖 让你聚焦在近物上面 我们在笑的时候 不可能削很夸张的瓶 因为你知道吗 削了太平就直接破掉 就没有了 第二次 如果你削了太平 你只能看近物 原物看不到也不行 所以要削到正常人的状态 但如果你现在是正常人的状态 你还是一直在看近物 一直看近物 都不看远方 你的晶体一直扩大 然后结状器一直收缩 你眼肘拉长的问题没有解决 还一直在那里拉长 所以有些医生也许会削完之后 他说为了治疗你的眼肘拉长 还是要伴随着散瞳剂的使用 不然眼睛越来越拉长 后面的结果很危险 还有那个角膜被削掉 只能削几次而已 因为你脚位不厚 削一次 这严重再削 再削 医生跟你说不行了 太薄了 再削就没有角膜了 你就要捐赠了 就看不到了 好 那讲到这个 我这样讲到太狠 不过以下讲的内容 你们听听就好 事实上眼科医师 你下次如果认识手势 问问他 你自己进士 你会雷射手术吗 他不会 因为医疗上面的雷射手术 是很近代的事情 所以他的步作用 资料还没出来 搞不好你 雷射手术十年后 会出现严重的疾病 但是雷射手术 才最近的事情 所以自己是 眼科医师自己 没有轻易尝试 他知道可能会有副作用 而这副作用可能 几年后才慢慢出来 所以他会怂恿病患去做 然后自己就戴眼镜 好以上就是这个 有关于眼睛的介绍